中印就边境有关问题达成协议后 两军在接触线上实现了脱离 并且按部就班地开启了四年半来首次协同巡逻 然而就在这时 印度外长苏杰生又开始出来找存在感了 当地时间11月3日 印度外长苏杰生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一次活动中透露 目前中印两军在脱离接触问题上取得了一定进展 几天前 中印两军在天南河谷 点角区两个摩擦点完成了脱离接触 苏杰生先是肯定了此举 表示这对两国关系有一定的改善 苏杰生是这么说的 原先中印关系非常紧张 而原因众所周知 因为两军在边境的距离太近 总会导致不愉快的事件发生 但现在中印两军在边境脱离接触问题上取得进展 苏杰生表示 现在有可能会采取双边关系的其他举措 苏杰生进一步透露 完成撤军后 他们将会开始审视两国关系往哪些方面发展 军队脱离接触未实施其他举措 创造了好机会 不过说到这里 苏杰生又话锋一转 指出当前仍有大量解放军 部署在实际控制线沿线 苏杰生指的应该是两军实现脱离接触后 解放军没有立即将大量兵力运回内线 而是撤到了距离实际控制线的不远处 很显然 苏杰生这事想指责解放军撤军不够彻底 说实在的 中印两军就算从接触线上撤离 也是逐步撤 不可能大批部队就这么直接走了 双方对峙了四年 撤军注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更何况 中印边境局势才刚刚降温 两天前 中印两军在天南河谷进行协同巡逻 这是印军四年半以来首次在此处巡逻 印军上一次进入这些巡逻点还是在2020年1月 也就是说 双方其实也是才刚开始用实际行动探索这一模式 那么我们在不远处保留军事力量 以防有任何意外情况发生也很正常 更不用说 莫迪政府又不是没干过单方面破坏共识的事情 2020年4月 印度就曾多次单方面破坏双方达成的共识 先后在加勒万河谷地区 热青山口 班公湖南岸等地区非法越线战控 公然挑衅 印度人的信誉太差 那么即便我们这次重新达成了有关巡逻问题 但我们还是要看印度人的实际行动 不能盲目轻信印度人 那么解放军保留兵力 也是为了防止印军再次翻脸不认人 此前印度排灯节期间 中印两军在西段边境互换礼物 我们回赠给印军的某一份礼物 是一个穿具变脸娃娃 这就说明了 我方一线人员十分清楚印度人的脾性 爱演戏还爱变脸 对印度人必须时时刻刻留一手 中印达成边境有关协议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但并非彻底解决了两国边境问题 解放军保留一定的军事力量 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相信印军现在也没有撤下全部兵力 仍一样保留着驻守力量 那么苏杰生在此时挑出这件事来说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显然又是苏杰生玩的一个新言子 中印协同巡逻才刚刚开始 苏杰生就抛出这一说法 显然是为了甩锅做好准备 万一哪天这一模式真的进行不下去了 他们还能有一个理由让我们来背锅 这也是墨地政府的老套路了 这也说明 中印两军经过长达四年多的对峙 已经没有什么互信可言 我们再防着他们 他们同样也如此 双方接下来还要进行一段长时间的磋商和博弈 中印边界问题不太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就有一个结果 不管怎么说 中印好不容易打破四年僵局 达成边境有关巡逻问题 双方领导人在喀山金砖峰会期间也达成了一系列共识 这终究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收获 苏杰生作为印度外长 也该与中方相向而行 而不是抛出一些破坏氛围的言论 我们还没指责印军撤得慢呢 苏杰生哪来的脸来教我们做事 好了